河南省新菜縣觀金街道北投教堂兩名基督徒數日前 慘遭強拆人員活埋 其中一人死亡 事後 警方拘捕兩人 北投教堂負責人李建功 4月18日對自由亞洲電臺描述了事發經過 他表示 14日早晨 當地強拆人員開著大型運土車到教堂一側 試圖挖教堂的宅基地 他和妻子上前阻止 結果雙雙被推入深坑 李建功說 帶頭的拆遷辦主任堅釀成命案 躲入了當地一家醫院假裝住院治療 當地派出所一位警察接受記者查詢時 稱已刑拘兩名嫌疑人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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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